有投资的冲动可能会有金钱的损失 从而导致自己对家人有些失望 可能会因为投资的损失而怪罪家人 与领导沟通可能会因为细节而彼此不理解 自己有挫败感 月亮火星凯隆形成了水象大三角 情绪敏感 情感上可能因为旧伤而冲动 但又不喜欢和他人进行分享 所以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 容易发脾气容易怪罪别人 金星进入与水星的河象之中 沟通方面有默契 能够温和地进行沟通互动 说话有远见 着远于未来 太阳最后一天在水瓶座 再离开与火星的四分项 但还是带来了紧张的人际关系 容易造成内在的冲突 这次的游戏会议 这次游戏会议